旅遊局在網站上以問卷調查的形式進行民意調查 研究澳門是否開徵旅遊稅 旅遊局局長文耳華表示 還將收集業界和遊客意見 希望年內完成相關的研究 旅遊局由5月20日起 在旅遊局澳門旅遊業界網站 開展研究本澳開徵旅客稅的民意調查 為期一個月 市民可以到網站上填寫問卷及發表意見 除此之外旅遊局還將收集業界和旅客的意見 以及參考其他徵收過類似稅項的地方 局方表示希望今年內完成意見收集 我們昨天開通的一個網站 最主要希望面向我們澳門的市民 去到廣泛收多一點關於澳門市民 對這個課題的一些意見 另外一方面我們還會有其他針對旅客的問卷 還有就是針對我們業界的一些資料搜集 再加上我們另外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個案分析 所以我想希望暫時來說 我都說不到一個很實的一個時間表 但是我們都希望在今年之內要完成 對於財政局早前表示 沒有計劃向離澳的旅客徵收入境稅 似乎與旅遊局持開放態度的立場有所矛盾 民意華對市表示 是否徵收旅客稅需要政府全盤考慮 因此旅遊局的工作是收集多方面意見 供政府參考 就不是單單旅遊局和財政局去商量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相信是要政府一個通盤的考慮 最終的決定權當然不是在旅遊局那裡 在我們方面我們都希望 剛才都說了 都希望可以盡量可以反映到多方面的意見 以及多方面的一些考量 作為一個政策的參考 另外填寫問卷時 只需要簡單回答是否澳門居民 無需填寫其他資料以作確認 有意見就質疑調查的結果 未必能真實反映市民的意見 民意華就希望市民可以如實填寫 同時認為要市民提供個人資料的做法不可取 歐亞維市記者 蔡雪廷蔡合成澳門報導